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果 那今天要談的是布料主題系列的最後一篇 那一直以來也謝謝各位朋友的觀看以及支持 前面六個章節大概潛談一些自己的想法還有基本的東西 但話題通常是我要在布料上面並胡說一些沿線閱讀 之後會不會有機會會再講一些議題做一系列的整理 講這些東西除了是給一般民眾還有一些基本的消費想法以外 還有一些傳統的布料產業會遇到的問題 如果各位朋友還有印象的話應該就會知道 這些公司的營運客廳容易被現金的環境給壓垮 所以才需要帶入一些自強不息的信念 雖然有些偏偏說詞是有些主觀 但是如果有厘頭包含一些想法 有時候主觀是必然的事情 且並不是所有脫口說出的話都一定由數據資料來佐證 那自然而然有些話在某些人的耳裝就不是這麼的順 就我在撰寫這些文字時 已經是盡量將部分一體導入一些不同立場 來保持盡量客觀或者是不把話說死的態度 當然還是有無法併用的時候 你憋不了他 所以話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對某些人應該會起到一些成好的作用 當然對於這個布料的基本章節來看 本人其實是為了行銷公司成分居頓 不過其實裡頭卻含有我一個小小的願望 在我還會來到此公司之前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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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超級大 選擇了一個安心的工作 因為我對於教育有非常高度的熱誠 受益的小朋友 哪還是我人生中一大的遺憾 雖然本人為了賺錢也是會有一些事實 不過那一塊幫助人的興趣也是缺缺的願望 所以在專門討論過後 以這樣一點抱贏的方式來呈現給各位的朋友 雖然內容有時候亂七八糟 但是就說人自私小弟 一點一滴的長腦裝擠出來的 這樣能夠這個時候 有一些貢心 或者是製造一些方略給各位觀眾朋友 事實上我的快樂遊戲之法 除了因應當地活也以為 那是因為 本人的實力也就只有這樣 要講出那些高聲莫測的成語 或者是流利的文章 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做 做什麼 做白包 做什麼白包 曉得的爸爸 誰曉得的爸爸 那光是要做這些很簡單的影片及插畫 已經是花了本能非常多的時間以及力量了 當然比起那些會電腦軟體的畫家 是弱了許多 很多 欸超多 不過重點應該是在於文字所要傳達的內容 為了怕各位朋友無聊 盡量將影片長度控制在比較短 大概四五分鐘 那有時候內容比較多 可能會比較長 而且內容不會只有簡單的文字 加上那些胡說的畫 還有一些亂七八道的茶圖 帶給各位朋友一些歡樂 喜歡的話也可以直接拿走那些爛茶圖 不過稍微註明一下處處就好了 欸應該也是沒什麼人需要 哈哈哈哈 最後呢還是要強調一下 雖然本人也是蠻幽默的 但有時候我沒有辦法像那些厲害的知名 入處為一樣 擁有大海關的點子 貢獻亮麗的外表 無限的創意 各種吸引觀眾的推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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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所以還是正經八百的跟各位回奏一下 以前各位爺爺奶奶奶出來了粉絲團 賞臉看人費爛片以外 請多多來看我們公司的商品 並下單位 對不起太直白了 不過呢 男人就是直白了 本公司的產品雖然有些屬於高單價 但大多數是有實際功能性的衣物物 而且很有可能是未來不來的趨勢 對身體也通常都是不錯的 所以就先 謝謝各位